像投资人傻眼我们还要看到是宏达电 那么最近可以说它的股价是大喜三温暖 不过现在五寸基出窍这个宏达电 那么身价是不是能够因此而出现翻身 那么才刚跟苹果专利宣布大和解的宏达电 那么周刊报道王雪红对于营收节节败退 是很不满发出了最后的通牒 要求执行长周永明半年当中要进行突围 为了突破困境 今天宏达电它在北美发表了压轴王牌五寸的计划 那么强打超越了iPhone 5的视网膜的解析度的荧幕 199美元的榜约的价钱 也硬是比三星Note 2便宜了100美元 所以激励今天的股价是大涨了半根 以上涨成本 红黑简约配色 搭上高科技感的氛围 宏达电今年压轴代表作五寸金黄 纽约发表 5寸1080P高画质大萤幕解析度高达440PPI 比苹果最自豪的视网膜还要高上35% 跟搭上最新1.5G28奈米四核心处理器 美国榜约价199美元跟iPhone 5及S3同样价格 更比起Note 2整整低了100美金 21号美国上市 把这个产品是当做Hero product Hero product 虽然看好产品但发表会却不见宏达电执行长周永明 因为周刊报导宏达电营收节节败退 让王雪红对他相当不满 外资圈传出王雪红已经对周永明留校查看 祭出最后通牒 半年之内如果没有抢救营收成功 执行长的大胃恐怕不保 曾经他有几句话 就是让大家觉得 你是不是已经就是对过去的成就感到自满 所以我们相信王雪红这个半年的效应 是值得去关注 股价从前一天的跌停到大涨将近3% 宏达电罕见发出声明 驳斥内线交易 现在债用五寸机震撼市场 15号也将公告王雪红10月份 有没有护盘 每个动作都展现翻身的决心 东产新闻中央报导